兩艘漁船在海面中載浮載塵 四周都已經拉起藍油索 儘管提前做好完全的防台準備 沒想到還是不敵強勁風雨 導致船隻沉默 讓船主真的好無奈 目前還不清楚沉船原因 但兩艘船這麼一塵 初步估計採損至少兩百萬 因為富岡漁港又浪過大 有安全風險 因此岸巡隊無法把沉船給拖上岸 得等颱風限制公告解除 才能進行後續相關作業 海巡人員大概從11點50分左右 就開始把這個布丟到水裡面 希望可以把這個油污全部吸起來 另外在這個沉船的周遭 也已經圍起了這個布條 最希望就是希望把油污的範圍 控制在這個範圍之內 經過處理之後 現場已經沒有油污 另外還有好幾艘船 也都用繩子加固牢牢綁在岸邊 面對颱風來襲 船主都不敢大意 就怕身材工具被強浪打翻 堤防邊掀起超過十公尺的滔天巨浪 就速著颱風夾帶強勁風雨 為台東帶來不小的災情 大浪來得又快又猛 幾乎要湯沒岸邊的小撥塊 這一波強風好雨 即使未雨綢繆 提前做好防台準備 卻還是難投強浪打翻漁船 讓漁民欲苦五淚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